HELLO 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白同學 白同學的今天要在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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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就是我這台BMW 136 318 1995年出廠這台老V 它最近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熱車的時候 引擎會不定時熄火 你知道嗎 引擎會不定時熄火 你就是剛好停在那個紅綠釘的時候 然後你剛好要起步的時候 引擎突然間熄火 後面車就下去了 很危險 所以白同學今天要來分享 這個一些預防性的更換動作給同學看 大部分出現引擎熱車不定時熄火 大概就是驅軸感應器 大概快要掛掉了 還有突然軸感應器 然後其次就是那個 暴震感知器 暴震感知器來講的話 因為這台車我看 它恩任車主到現在 怎麼講 我看的話應該是沒有換過 所以我這次就是連同這兩顆 和靜人錶感知器 一併更換換心給同學看 廢話不多說 一起上課去囉 來 我們今天要做預防性更換的東西在這邊 凸輪軸感應器 還有曲軸感應器在這個下方 還有這個 暴震感知器 你有沒有看這裡有裂掉 那一顆我們就是要換 裡面全部有兩顆 這個 我也沒有拆過 這個旗管可能要拆掉 好 開始吧 首先我們就是這個要移除 還有這個空氣量器這邊 全部拿起來 它這個有沒有 真空煞車管 這裡我記得要拆掉 還有這個PVC法這邊 因為這個以前有拆過 這裡有一顆13號的螺絲要拆掉 然後旗管就是一二 這樣就能拿起來了 下面那個我們可以拆再研究吧 來 這個我們拆起來 這個之前 我在拆皮帶的時候 那個就有拍DIY影片了 這個可以不用拆這個 風扇離合器就能拿起來 有方法 就拉上來 然後用手下去撥一下 對不對 慢慢慢慢這樣就起來了 然後這邊用六角板手 把這個葉片把它拆下來就好了 離合器不用拆 因為這兩支很多同學都沒有 所以白東雪就不使用它了 又這樣把它轉開 來 就這樣 白東雪這種方法就是 比較方便 你在外面皮帶斷掉是可以這樣換 好了 這個 出來啦 然後空氣流浪器這個螺絲 我是直接習慣從這邊拆啦 這個把它掉 這個 勾勾的把它勾起來 這樣就能拿起來啦 好 是不是很方便 然後這個順便拿去旁邊 後來就是開始拆這邊了 然後這個 真空管拆掉 它這個很硬 你不能硬把它弄破掉的話就開了 好 這個先把它鎖緊放好 稍微旁邊讓人家休息 然後這邊 這個是我自己DIY的 可以用一百年 怎麼這麼硬 然後這顆13號的是從這邊拆起來 我看我這個順便拆掉好了 比較方便 拆不會在那邊愛手愛腳 好 這個很多列掉要注意喔 那個鏡頭擋住真的有夠拍用 好 出來啦 這裡是我另外把它鎖的 這個可以開始拆了 我記得這是 一顆 兩顆 三顆 四顆 拆就拆了 然後這是11號的 我習慣用這個 就這樣 轉起來 這個螺絲要放好 要不然不見就 頭大了喔 這裡也是 抓哪個龍爪手 不知道會不會去擋到 上面蠻好拆的 這個下面我要研究一下 下面還沒拆過 好 一隻 那麼緊 好 起來 另外一顆 另外一顆 我不知道要換出色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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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 起來了 然後這個SENSOR先拿掉 接頭 接頭 這個管子 這裡 反正就是你覺得干擾先拿掉 阿 一般這個油門線我是不習慣去拆它 聽起來麻煩耶 哇 鱗這麼緊 然後這個就這樣 喔 拉起來 剛剛被吸住了 對阿 阿這個 這一條那個 條 讓它弄這個把它殺起來 這讓它 起油的換 然後這個就可以把它移到旁邊啦 擋到的地方就把它剝掉 看不看有什麼條耶 還有那個 帶速馬達的真空管 然後帶速馬達的真空管 就這樣轉下來 這道處馬達的真空管 就這樣轉下來 這道處馬達的真空管 以前那個M40刮在旁邊 我覺得反而比較好 然後就慢慢把它扯下來 喔 拉得都那麼緊 手刮在這裡撒開 會不會再落紅 不然你們說 不是第一次再落紅 就真的要懷疑了 拉得咧 好啦 然後 我們把它小心翼翼的搬開 來 這樣就好了 放邊就好了 然後拆下來 我們來研究一下 白同學 想看看有沒有辦法 這個不拆 然後去換到那四樣東西 我目前看 這個突然軸感應器的線 它上來 就是這一條 這一條是那個曲軸感應器 這兩個換是這樣沒問題 然後這一顆那個 那個爆震感知器油 它是連接在這裡 這裡 主要是那顆螺絲好像十三號很不好拆 這樣子的話是勉強還能拆得到 還有裡面那顆藏在裡面 那顆我研究一下怎麼拆 我來研究一下 我把它做在這裡真的非常失敗 因為這個影片網路上都沒人拍 我也不知道怎麼弄 國外也找不太到 這個我們先拆掉看看能不能刪進去 十號的 所以這個第一次沒拆過就是會很麻煩 網路上也找不到那個影片 國外的 我有找過的 沒有 這樣可以拿起來 可以拿起來 可以拿起來 還有一些奇怪的功誘 真空管 這個PVC法的 這個先去旁邊那家運動 PVC法的 這個順便把它 先放好就好了 白同學原則型 能不拆就盡量不拆 我看這個要整個起來 要不然沒辦法 開始吧 來 讓同學看一下螺絲 就這邊 我看應該是十一號的 一二 再來三四 這個很難拆 我覺得這個應該要拔掉 做得非常失敗 這裡 固定的這個拔掉應該就可能拿起來了 我想說的是先把這個想辦法拿掉 這個記錄一下這個壓住 拉出去 這一條 好 這裡會動 這是圖倫洲感應器 我記錄一下也沒有拆過 然後 跌一條 這是從哪裡 也是這樣壓下去 欸 你還推不出來 換子洗好了 喔對啦 從這裡比較好用 所以這個拍這個DIY影片 難怪都沒有人要拍 你還撩不出來呢 撐下去 好 出來了 這個應該是取軸感應器的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喔對啦 上面突輪軸 下面取軸感應器 然後最下面那一個 讓同學看一下 這個就是突輪軸感應器的接頭 然後這個 下面取軸感應器 另外這個 最下面那一個就是 這個我們要換的 爆震感知器 然後另外 最裡面那個我再找一下 然後裡面那一顆11號的 比較難拆的先拆 真的難拆的啦 這個管子順便拿掉好了 才不會在那邊愛手愛腳 媽的不知道在失敗什麼燒 剩下五顆螺絲 用這個踢桿 事實上拆這個不會很難啦 只是說我在拍那個鏡頭齁 時間就是要多十倍 另外一顆 研究一下 你看這顆油管剛好去擋住 哦 剛才吊了 真的鬆事 真的 你看他這裡做了多四八 你看 這一顆螺絲 剛好被這兩個油管給擋住了 你怎麼轉轉不轉 因為我平常 沒事不要去拆這個 拆的都很容易漏油 我來想辦法一下 來研究之後 後來這裡擋住 我先把這個弄掉 因為你如果說這兩個拆掉 這個拔起來啊 那個朋友嘴的螺絲如果沒有料的話 它會漏油 所以那個我不冒險 我就是寧可拆這個 啊他這一種 我看車差還沒有換過 二十幾年了 啊這一節油管要順便換 因為他這一種束線齁就是 你轉鬆之後就沒有辦法轉緊了 拆下來你看 這一種美艷大陸原廠束環 他就是 只能放鬆 他沒辦法鎖緊 所以這一種就是算拋棄式的 他可能有特工啦 對啊但是我沒有那種東西 來 十一號的 Model還擋住呢 真的有過失敗 沒關係可以了 打開了 Model看你多難拆 你剛才排都學一樣 Model要挖多久 挖出來了 哦 愛科的加藤營這兩支手指 照道理講旗管就能動 但是我發現這個 接在一起啊 這個油管這個可能還要再鬆開 要不然你這樣動 他這裡會拉住 我來研究一下 都拔掉之後 這裡還有一顆十號 要把它轉鬆 來這個先放到旁邊 等一下大概拿弄起來 可以轉到那個 暴震桿支器 兩顆這樣就ok了 就是這個燒 照道理講這樣就能動了 夠可憐 你怎麼不知道再三小條了 來這個拿不起來 我發現這裡 這裡還有一顆螺絲 他鎖在那個 旗管下方有沒有看到 這個把它轉鬆 十三號的 扒得那麼緊 哦 還好它有工具可以拆 如果拆不到就掛了 哦 就是這一支燒 這樣應該就能搖動了 我會感覺 你怎麼還不可以 結果這裡還有一顆哦 啊 真的這裡還有一顆 老絲耶 不知道在南窗什麼 拆什麼燒啊 來你看 白龍雪轉鬆之後 這個是可以搖動了 對不對 來 就是這顆燒 現在能動之後 我們就是大概能拆到就好了 所以我先把它擱好 這個跟這個沒關係了 欸能動啊 白龍雪成功啊 然後我發現這裡的 油管拉住 這裡也是要放鬆 哦這顆放鬆 這個油管就能拉起來 來這樣就好了 我在搖 簡單講 我覺得做這個非常失敗 拆幾個東西要拆那麼多燒 就是拆了那麼多三小 好放到下面去 這樣就可以拉起來了 對對對 會噴油出來哦 出來啦都是油 沒關係那些油把它滴掉好了 這樣我們就可以拉起來了 這樣我們就可以拉起來了 讓它滴了啦 管它的 不要再滴水 油滴滴 所以 弄車子的時候不要抽菸 阿白龍雪是沒有抽菸是還好 對啊 這個要很注意 來拉看看 成功了 還有什麼燒去卡住呢 我看一下 Cellum Motor的正電要把它撥開 這樣應該就可以拉起來了 對啦 還有什麼卡住 我看一下哦 這裡還有一條那個真空管 沒事用那麼多管子都要幹嘛 這樣子 PVC法要拿掉 要不然那個管子拿住 這樣應該就可以拉出來了 喔好了 很好拉了 這樣就是能轉得到就好了啦 來 起管能動之後 我們就是要拆這一顆 你仔細看哦 這裡面 這一顆 然後想辦法手伸進去把它轉送就好了 因為這個要拿起來 這樣感覺很複雜 不知道什麼鬼線在那邊接住 來 記錄一下 這個 暴震桿支器 最下面那一顆就是裡面 然後 上面這個就是外面這一顆 好 開始想辦法拆吧 我們用那個13號的套筒 請助理幫我們弄起來 能拆的我們先拆起來 哦 你媽的這個鎖這麼緊 夭壽咧 夭壽 你看整個脆掉 這個就不需要鎖那麼緊啊 這台車我覺得大概二十幾年都沒有換過了 沒有拆過這個地方 哦 螺絲 來 我這顆先把它殺出來 慢慢來 你看 你看 這個都脆掉 所以 這個 暴震桿支器如果壞掉 它的缺點 它的 感應暴震也怪怪 那裡面點火就會怪怪的 車子會比較沒有力 耗油 齁 換掉 還有裡面那一顆 來 紅色的這個在外面 啊這個在裡面 把它拉住 13號的進去 哦 這個完全 都看不到線了 又回到又回 我看 哦 媽的 沒辦法 我再看看 這個到底有什麼小動 好了好了開了開了 到底有什麼小 等一下等一下 到底有什麼小油 我先看一下 對啊 來什麼小公 教一下為什麼 現在可以轉開咧 什麼 在那邊的油就開了咧 好啦沒關係啦 先 先鎖啦 沒辦法 好 換用這一邊 用13號的 來 這一顆我們用13號的這樣轉 一二 哦 這個怎麼鎖這麼緊啊 哦 媽的咧 這個就是緊就好了 它轉那麼緊幹嘛 這個又不會鬆 哦 然後就把它這樣慢慢轉起來 這一顆是最難換的那個 爆震感知器啊 白通學為了拍臨場感 更換足鎖 哦 這顆螺絲 來 起來了 你看 也是就這樣啊 比較準的啦 哦 這樣子 哦你看 好啦下課了 來 拆下來爆震感知器在這裡 同學看著特寫 我是覺得這種東西應該是 不太容易壞啦 啊 因為它就是這樣 它外面那個包的那個 塑缸齁 都已經裂掉 我想說這直接換掉了 也沒幾千塊啦 啊但是這種東西我是覺得說 如果用那個塑缸土把它塑形起來 我感覺這也當作備品 預防有一天老米的料完全都訂不到 哦 同學 這兩顆爆震感知器 比我想像中的難拆一百倍 哦所以說 我剛剛為什麼去 拆這種東西 人家工資會抓得很高 是 有它的原因的 哦 啊因為片長真的是太長 白通學真的太差了 我大概下一集的時候 我就是會拍攝那個 曲軸感應器跟突然軸感應器 如何拆裝這個動作 哦 一併把這個新品換上去 節目最後 記得按摩啊 訂閱版本學的訂閱教師 掰掰 記得要繼續收看哦 開啟鈴鐺 好謝謝